第一次看一篇文章,一位牧者提醒我们,教会是信的人的聚集在一起,但是为了未信的人而存在。 其实很特别,信的人聚集了一起,但目标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聚集,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未信的人。 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聚集在教会当中,一同过着教会应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学习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带领未信的人而回到教会当中,让聚集在教会的人数不断增加,然后继续向未信的人传福音,带领他们回到教会当中。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外面,但是有时我们会形成一个我们习惯了一种生活的模式,教会会是我们相聚在一起,在这地真好,但是去到一个时间,它忽略了外面的微信的朋友,我们的亲人,甚至街坊,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 所以我们更加要明白到耶稣基督徒的提醒,我们究竟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现在的目的意义在哪里呢? 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耶稣,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 耶稣跟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读的是什么呢?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轮舍如同自己。 耶稣就说,你回答的是对的,你就这样做,就必得永生。 那人为了显明自己的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轮舍呢?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旦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博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了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因为熟悉,我们再重看的时候,我们明白,思考一下,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美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祭司离美人来到这条路下来,可能他们在赶紧时间,可能有一个聚会,可能有些事情需要做,或者基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他是谁?就是被人打到半死,躺在路边的人。 但是他们看到的时候,就从那边过去了。 正如歌才说,祭司离美人是昔日,或是现在,是在服侍着神的人。 让我想起,如果我赶紧聚会,可能要说到,我见到一个躺在路边有需要的人,我会怎样呢? 我试过有一次在游华地地区,看到一个我估计的吸毒者,躺在路边,在抽搐。 因为有人在附近,有人去看着他的时候,我就从那边过去了。 但是如果我们见到一些真的有需要的人,会从那边过去呢? 今天,我们回到教会一段时间,我们是认识耶稣的人,会不会看见很多人,他们经历到一些需要,我们就从那边过去了呢? 值得我们思考,我们想一下,究竟如何呢?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想潜众游和酒倒在他的相处,包括豪鳥,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后,带到店女去照应他。 此外所有的费用,我背来必还你,看见他动了慈心。 他本来骑着奴子,自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放下来,本来他已经在享受一些好处,他就放下了。 然后把这个受伤的人放在奴子上,然后跟着,他要付出代价,包括照顾他,付出金钱上的需要,也是照应他。 所以动了慈心,就是要付上自己的代价,可能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放下自己的金钱,或者甚至要努力,去帮助其他人。 所以这个的重点是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然后连串的行动出现。 究竟我们看见他,是从这边走过去,还是动了慈心呢? 耶稣继续问,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轮舍呢?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利的人,可以去联敏他的。 耶稣继续问,你去照样行吧。 所以当我们照样行的时候,我们能够将一些未认识主,或者我们身边的弟兄子有需要的人,能够让他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谁是我们的轮舍呢?就是有需要的人。 那究竟我们是祭司利美人,还是撒马尼亚人呢? 又或者我们想一想,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哪一个呢? 哪一个是需要,以及是落在强盗手中的轮舍呢? 圣经就说,就是那个受伤的人嘛。 但是在我们的身边里面,未必有人受伤。 但是其实就是说,很多有需要和希望得到帮助的人。 可能是心灵上的需要,可能在面对一些绝望和伤心痛苦的。 有时我们知道这些人的需要呢? 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可能在面对一种挣扎。 可能在面对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到底如何去面对呢? 或者有时很多人,并没有人得到帮助。 所以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呢? 哪一个呢? 可能在被撒弹攻击的人,可能是被捆绑的人, 可能陈于或者现在在强盗手中,被控制住,被拦住住, 有很多好的事情令到他不能自由地活动的人。 可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 但是其实我们在望远一点的时候, 就会看见那个有需要的人。 甚至这些人可能是自己不喜欢, 或者甚至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 因为曾经受过伤害,所以那些人的表现上, 未如我们心目中那种各份的理想或者期望。 而引致到他们会有一次出负我们意外的一种表现反应。 那么见到他这样的时候,我们走过去, 还是照顾他呢? 可能甚至是伤害过自己的人,也不奇怪。 所以其实我们看回第一段经文, 有些写照提醒我们, 我们会像祭司, 你明明这样看见他, 就从那边过去了。 看见他又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呢? 所以这段经文是我们, 谁是我们的鱼舍? 对不起我是谁的鱼舍? 他是被忽略的一群人, 心中有感动的一群, 或者现在你身处的环境, 其他人不能够接触的, 只有自己才能够接触一群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谁的鱼舍呢? 鱼舍互相帮助, 互相自己的部分, 去守望,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鱼舍不是说隔离鱼舍这么简单, 而是这一群我们能够接触到的, 有需要的人。 所以祭司, 利美人, 那个撒玛利亚人, 都是见到这个受伤者, 但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这个受伤者是他们能够接触到的, 我们能够接触到哪一群, 让我们能够去服侍他们呢? 所以我们能够接触到哪一个 我落在强盗手中的呢? 还是只有自己能够接触一群, 不论喜欢或不喜欢的一群人? 这群就是我们的鱼舍, 我也都是他们的鱼舍。 有时鱼舍是很遥远的人, 我自己的家人呢? 自己人, 或者父母, 或者子女, 或者家人, 那些的需要, 我们能够满足到他们呢? 我们能够接触哪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呢? 是不是一个看见他, 就从哪边过去了?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呢? 看见他从哪边过去了? 愿意在他们的鱼舍, 动了慈心, 就照样人吗? 你说我的鱼舍可能在家里, 也可能在自己公司, 在自己学校, 在自己的地方, 鱼舍就需要联名他的, 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鱼舍, 然后愿意赴上自己的代价, 去服侍他们, 让他们能够回到教会的当中, 让信的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一同去寻找有需要的人, 带领他们回到教会里面, 继续让这个循环不断地托战开去。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保守我们。